苦情王子张雨背后的女人,一生爱错放你的手。 跪圈乱世人们贴在娱乐圈上的标签。即使如此,亦不乏清流抗力。 他们厮守一起,精力纷纷合合,却赢得世人赞叹。像许志安和郑秀文,也像冯德伦和舒奇。 不过,今天咱们要说的却是另外一对乐团笔人,张雨和肖十一郎。 很多人可能至今还不晓得,肖十一郎是女性,还是张雨的妻子,更是张雨的合作搭档。 她们婚后二十多年,保持着林飞文的佳绩,这难道不是所有人羡慕的吗? 十一郎,原名肖惠文,是有名的大餐女。 而因为酷爱迪龙饰演的角色十一郎,张雨虽帮起改名十一郎。 而张雨,原名张伯祥,竟然也是妻子帮助自己改名的。 仅仅仅改名这一点,像极了陈雨凡和白百合,尽管已经离婚。 陈雨凡,原名陈涛。 白百合,原名白雪,是想,用陈涛和白雪这样的名字,大概不会有火的可能吧。 不过,吃瓜群众会说,名字与活可能没有太大关系。 你看人家黄磊和孙丽,夏宇和原泉。 不都是十分朴实无华的名字,却赢得了极好的口碑吗? 张雨和肖慧文,本是国中同学,他们在十二岁就认识了。 只是那时候,张雨还是个坏坏的大男孩,肖慧文已经具备参与称号,她还捏又看上她。 而他们的恋爱始于17岁那年的雨季。 走入婚姻的殿堂时,他们已经相恋13年之久。 婚姻与爱情,总是冥冥之中的事,与年龄无关。 就像李健和孟小辈的故事那样,十岁的李健遇到了五岁的孟小辈,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事。 而张雨和肖慧文也是如此。1967年出生的张雨,如今已是过天命之年。 而她赋予苦情王子称号的那些歌,很多都是出自妻子之手。 雨一直下,用心良苦,月亮惹的火。 至今看来,这些歌,这些词,都不为过时,也都能够引发听者遥远的思绪。 而曾经的迷茫时期,张雨也曾困惑过,正是妻子的出手,让其走过人生的陷滩。 写出如此深情的歌词。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,你的眼有残留的泪,你的唇美丽终有疲惫。 我宁愿看着你,睡得如此沉静,胜过你醒时绝列般无形而歌曲的荡声,总有很多故事。 正是故事的巧合,才有了词曲的传唱度。 都是你的错,轻易爱上我,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。 这首月亮惹的火,据说是他们在闪月时候的灵感,也定下了终生厮守的盟约。 果然是月亮惹的火,纳望的月色太美太温柔,只是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倒白头。 所以,张雨和十一郎,在乐坛,可谓真正的创作性存在。 也为彭琳写出《求鸟》、《泪纳英》写出《心酸的浪漫》等经典歌词。 诗人徐志摩说,我于茫茫人海中来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,得知我醒,不得我命。 张雨和十一郎,大概能够用灵魂之伴侣来形容吧。 难以想象,如果没有十一郎,张雨会怎样? 会不会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哭情王子? 他们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,享受着的就是家庭的安静祥和。 有两个儿子的陪伴,有灵魂伴侣的依偎,此生足矣。 神志得了。 性足矿的病魂之伴侣帮依到厭物的厚方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